嗨,大家好 今天我要给我这个辣椒剪汁修业 我是经过这几年种辣椒的经验 来给这个辣椒剪汁 你看哦,这是竹干 一直长到这儿有叉枝 这个叉枝我们就可以把它保留住 因为这个叉枝是比较强壮的 那么底下这个长出来的叉枝就很弱 这个下面的叉枝不但弱 果子长不好 它还抢走竹干的营养 你看这个下面哦,它已经开出花来了 但是它还没有长成,花就败掉了 还有上面的这颗花哦 你看这是竹枝干开出来的花 就是因为下面的枝条太多了 吸收了所有的营养 它这个花营养跟不上 所以它这个花还没有完全开就败掉了 所以为了让上面的辣椒果子 长得又多又大又结实 我们要把主叉枝以下的叉枝全部修剪掉 你看哦,这个是组织干 这是组织干的叉枝 有三个叉枝 一二三,三个叉枝 那么在这个组织干下面的叉枝 我们都必须把它剪掉 好,现在就开始来修剪 然后这是一个叉枝,剪掉 剪掉 然后下面这个叉枝也剪掉 剪的时候稍微留一点点 不要剪到根啊 这是死掉的花也拿掉 然后还有这个叉枝也把它剪掉 这个下面的都全部剪掉 连叶子和叉枝全部剪掉 这边还有一个叉枝也把它剪掉 还有这里也有一个小叉枝也把它剪掉 顺便把叶子都剪掉 凡是这个组织干叉枝下面的叶子 我都把它剪掉 好了,这个辣椒就剪好了 你看下面的枝干就很干净了 你看啊,我把组织干下面的叶子和叉枝全部剪掉了 好,我现在再来修剪一棵 这棵也是挺典型的 你看啊,它的组织干是在这儿 组织干的叉枝在这儿 这只有两个叉枝出来 这两个叉枝都很强壮 然后这儿也有一个叉枝出来了 这边也有一个很大的叉枝出来 看到没有啊 但是这两个叉枝呢 它都会吸收很多的营养 所以我还是要把它剪掉 让更多的营养到这个组叉枝的上面 那我就开始剪了 下面的剪掉 连叶子全部剪掉 你看这个枝条啊 它已经长得又粗又大又长了 很多人都舍不得剪 其实不然啊 如果你要留住它的话 可能上面的辣椒就不会长得又多又大又壮 所以我还是毫不犹豫的把它剪掉 然后把这个下面的叶子都把它掐掉 不要留它 好 这株也修剪好了 你看哦 下面干干净净的 一直到上面 这边接了第一朵辣椒 我不要它 把它掐掉 这样就好了 这一株辣椒就修剪好了 好 这个菜床里的辣椒就全部修剪好了 你看哦 这下面都是光秃秃的了 不过我还是要经常来检查一下 如果下面再长出叶子的话 要及时把它修剪掉 瞧 这是修剪半个月以后的辣椒 已经长得像一把伞一样的了 长得很高 已经接了很多辣椒 修剪与不修剪差别很大的 好了 今天辣椒修剪的视频就到这儿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数据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